如果家裡有小朋友不喜歡吃飯的 那就快快單裝凳仔八個頭尾學東西啦 今天就教大家煮一道鮮香嫩滑的番茄牛肉煲 首先去馬路邊撿一道新鮮熱辣的牛肉回來 然後將它切成厚厚的薄片 接著醃牛肉放蠔油 生抽、生粉水、花生油 攪拌均勻醃它十分鐘 番茄用滾水拌一拌就可以輕鬆將它的皮絲下來 然後將它切成肉粒 下一步用你祖傳的芽煲爆香沖煉 再將兩倒車的番茄倒下去 加一點鹽更容易炒出沙 炒出沙之後放入別人家老婆喜歡吃的花花菜 煉豆腐 煮滾後再將醃好的牛肉放進去 琴好貴帶火煮六分鐘 最後放200元的蔥花下去就大功告成了 各位,牛肉撿回來跟我這樣做 我老婆的三個性通仔,每個都爭絕食 我老婆的三個性通仔,每個都爭絕食 兩週末,每個都爭絕食